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漫发 他又发现了一个 为什么我老发现这样的 无意间被那个标题给吸引到了 汉字写作 本来这个同胞龟一应该写成是 共同的共 相互残食 互相残杀 对 但是他把这个共写成了朋友的有 就变成了吃朋友的教室 教室咸音梗 对吧 对 当时一下子就被这个标题给卡下 把我眼球给抓住了 你知道吗 抓住了 为什么是叫吃朋友游戏 这名字一听有点重口味对吧 到底说的是啥呢 然后就点进去一看 真的好精彩啊 他不仅抓住了眼球 还感觉还抓住了我的心 是不是听陆陆素说了这个名字 你也被吸引了 也被扣了我 他说的是一个中学生 一个男孩子 叫天野祥太 就是祥 谁要吃了他就是出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子 叫小春 这一天呢 他像往常一样去上学 出门的时候呢 他的手机呢 收到了一个邮件 然后一看 诶 标题就叫吃朋友游戏 第一回 健常者 疫苗 12指肠 当时我看到这里我也懵了 这一秒我还真没听过什么12指肠的 一秒咱只打着 对吧 没有听过什么12指肠 对对对 当时呢 这个12指肠也成功的勾引了我 就是觉得 诶 成功的勾引了我 吸引了我 吸引了我就觉得 诶 好奇心到吗 傻意思呀 然后一看发见人 汉字挺多的 但是是乱码的 也看不懂 知道吧 这时候男主呢 他也很好奇的 小手一点 咔 咔 手机黑了 就闭屏了 就是病毒 刚开始我以为是什么病毒之类的 咔一下把他手机给破坏了 没电了是吧 这个时候男主呢 也没在管他 他觉得 这谁发的什么垃圾邮件 在路上呢 也碰到他的好机友 阿越 阿越看到阿翔来了 就说 你咋还不告白呢 你啥时候告白 说了正热火的时候呢 小春就来了 大家一个班的忙 就打了招呼 然后上课的时候呢 男主阿翔 根本没有心思停课 看着他的女神小春 老师最终在上各国的文化 然后老师说 趁着还有几分钟 放几张照片 让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不同的异国文化 说这个是柬埔寨的早餐 大家七嘴八舌的 就开始聊起来嘛 为啥要吃虫子 虫子也 狗在牌 肯定也不好吃啊 对吧 这个时候小春的闺蜜呢 就说 我之前在我乡下的这个奶奶家 还吃过蝗虫啊 其实也还行哦 然后呢 有几个女神听到这么说 哟 胆子这么大 还吃这个 那我下一次 带点小墙啊 带点什么毛蜗虫过来 阴阳怪气 带给你吃啊 男主看了心里 就一点看不过去了 大抱不平了 他就站出来说 你们这些人 适可而止 不要太过分了 他这么一站出来 那几个女神的目标 就立马就对向他了 那你这么说的话 让你吃虫子 你肯定敢吃咯 对吧 男主被这么一问 他就结结巴巴的 被点得哑口无言是吧 对 然后这时候 他的好基友呢 开始护着他了 如果他要是到了无人岛的话 啥都没得吃了 饿得要死了 估计他肯定也吃了 这时候男主一听 对对对对 那种情况下 别说我了 估计你们大家 肯定也记不得时 啥都吃 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突然就有一个人问了 如果那要是朋友呢 后面一个男生这样 如果要是那种 性命攸关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吃朋友呢 大家听到这个之后 整个一下就炸开锅了 你知道吗 然后有人说 我早上收到 有一件好奇怪的 就说什么吃朋友游戏的 其实不光男主 一个人收到了 他们班的同学 全部都收到那个邮件 正说到这个激烈的时候呢 下课领响了 到了中午饭的时间了 男主呢 就跟他的好就 坐在一块吃饭 小春来了 说想太君 能不能出来一下 我有话想跟你说 并且呢 还不想被别人听到 好了 反正告白了 能不能去一趟屋顶 中午苦苦之下 然后两个人就上了天台 然后就找了一个角落 男主其实心里在想 他找我难道是 想要主动跟我告白吗 女主就说呢 刚才大家说那个邮件的事情 你也收到邮件了吧 男主一听 他说你想跟我说 就邮件还是 是收到了 女主说 我的邮件内容 好像跟大家的不太一样 能不能把你的 给我看一下 两个人就掏出手机 交换了一下 好 女主看男主的手机 就在想 为什么我的跟大家不一样吧 男主拿到女主的手机一看呢 怎么写的是感染者 疫苗写的也是十二指上 但它底下还多了一行 叫多娜 天野祥太 多娜就是 器官专赠 对 器官专赠者提供者 男主就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你收到的邮件里面 写了我的名字 并且还写的是器官捐赠 我也没有专给你是吧 对 是我的名字 当然他看到这里 他可能也明白了 为什么女主会找上他 因为女主的手机里写的是他的名字 所以才会找上他的 女主呢 他就准备拿着手机回教室了 男主呢 就看女主要走了 他就急了 好不容易有一个两个人单独相处的这个机会 千载难逢 等一下 他就把小春给喊住了 咔 一下 掏出了 准备良久的 对 好 女主接过信 然后男主非常的紧张忐忑啊 你们能想象吧 如果你要是对我没那个意思的话 你就把信丢垃圾桶吧 这时候女主没有说话 然后男主看女主没说话就抬头看看他 发现女主脸红了 他瞬间就感觉 是不是他也对我有那种意思 正巧我们两个情投意合 非常的开心 然后女主一直没有说话 脸呢也越来越红 男主这时候又害羞的迪亚特就说 可能你也不好意思 直接就答应我跟我交往啊 之后再回答我也行 发现女主还是没有回答他 然后就抬头看了一眼 你知道他看到是什么吗 女主 成了一个棒棒球你知道吗 不不叫棒棒球 对不起 叫棒棒堂 就是一个超大号的那种大肉球 然后一个身子 男主看了就蒙了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啪一身 肉球就爆炸了 炸的到处都是 还有好多炸到男主脸上 男主就摊坐在地上 一抹脸 然后一看 血肉里面还夹着一个情书的碎片 Kohalo san suki desu 怎么回事 活生生的就啪一下就炸掉了 炸完之后女主就这样 就他在地上就是一个没头的 就这样趴在地上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时候呢 手机响了 大家又收到了新的短信 吃朋友游戏 第一回 结果发表 死者数 四十分之一 死者名 左伯小春 第一话到这就完了 我当时看到这时候 哇 就是 开一下就发完 这怎么回事 到底什么情况 我好重口味 好几菜 然后就好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这种心情 然后今天就告诉了大家 我还挺纳闷的 他说是吃朋友游戏 可是这个小春 小春的死并不是说被朋友吃掉了 小春他是自爆死掉了 他也没有被朋友吃 或也没有被其他的班同学吃 对吧 还有就是为什么小春他写的是感染者 他感染什么了 他上面为什么会写他的这个器官提供者写的是 想 想他的名字 就是你看到这里 你想不想知道下一话 想知道的 三连 他手机明明没电了 怎么又有电了 这都不重要好了 如果大家非常期待 接下来吃朋友游戏 漫画呢 三连支持一下 咱继续往后说 不要期待 为什么呢 你要是表示期待了 就说你中口味了 中口味怎么了 怎么地了 只要好看就行了